非常的香 非常的棒 非常的迷人 说歐拜有歐拜 然后说外表有外表 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的 XX的胸骨 把帅气的XX还给我们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辅社长Ninthi 那今天呢要来聊聊就是 近期的动漫作品话题 那伴随着呢 就是十月开播了超级多的帅哥新版当中 有哪些帅气的角色 是让大家特别的心动的呢 除了具有帅气的外表之外呢 还同时具备了就是爸爸的身份 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盘点就是 日本动漫中五位最帅气的Daddy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五位超有魅力的角色爸爸们吧 首先第一位呢要介绍的 肯定是近期新版推出第二季的 间接家家手的爸爸 就是我们的 洛伊德佛杰佑名 就是我们的黄昏 我们的安妮雅的Daddy 对 哇哭哇哭 身为西国顶尖的间谍呢 黄昏不仅拥有矫健的身手 优秀的记忆力 也十分擅长翼龙伪装 单手呢 撕下翼龙面具的瞬间呢 帅气的脸真的是让人夹哇哭哇哭 跟约娥的求婚那幕呢 更是名场面 有人看过就是用手榴弹保险拉环 当做戒指求婚的吗 搭配上背景的爆炸身 简直不要太浪乱了 给他100分 而黄昏平时呢 除了要随时的准备出任务 紧盯着安妮雅的课业 防止计划失败之外呢 这男人甚至还要一手包办三餐 上得了清堂下得了厨房 而且还有一身的好身手 再看看黄昏是怎么样闯女儿的 安妮雅呢 想要去游乐园马上安排 想要行进去即便再羞耻的脸红 也要照样满足就是女儿的愿望 有小豆腐也想要这样的黄昏爸爸吗 举手报名我也想 那接下来第二位呢 要介绍的是小杰的爸爸 也就是金富力士 那这位呢 是推动猎人剧情的核心角色 跟着小杰呢 一起进行千里巡富之旅 也慢慢的呢 被金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不过在新旧动画当中呢 金的形象上有蛮大差异的 旧版的动画呢 金超级有神秘感 只能透过别人描述 跟一张照片去描绘他的形象 而在不同的角色回忆中呢 金除了有张帅脸 也因为身为就是顶级的猎人 口袋呢也是超级深 加上就是世界前五大念能力者的 这些描述呢 都会让人家觉得就是 他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实力强大 高智商又非常有个性 但是呢 在新版的动画会 讲选举片正式登场之后呢 金直接变成一位邋遢又颓废的大叔 直接帅气度呢 大打折扣 把帅气的金环给我们 而最近呢 猎人的连载呢 也重开了 就是我们的傅杰老师 在今年五月份 无预警的呢 就突然的创办了 就是推特 而且还时不时的呢 分享一些就是 他的分镜业数的照片 就是弄得大家就是心痒痒 终于在十月份呢 有单行本发行的消息给释出了 呜呜呜 整个是不容易啊 持经过三年的时间 库拉皮卡总算有 我们下船的机会了 还有人发现就是 猎人其实也在船上嘛 那大家觉得这次库拉皮卡 到底能不能成功的下船呢 欢迎在底下 就是讨论留言哦 来第三位 非常的香 非常的棒 非常的迷人 说欧拜有欧拜 然后说外表有外表 就是我们的 众树回战的 浮黑圣儿 作为能够单杀五条五脚踩下游截的 灵重力战神 汇聚帅气 暴力 温柔智慧 力量冷静于一身 若生在禅院家这个重视 咒术天赋的家庭当中呢 林咒丽的圣儿呢 从小就被当作是垃圾对待 导致呢 她有狂气 而且漂浮不定的一个性格 那大家呢 也常常小声的猜测说呢 圣五也因为呢 就是有天于咒服 而有过人的就是身体素质 想必在床上表现也非常不错吧 所以她总是可以吃软饭 吃得很顺畅的 那就算现在呢 已经领便当了 在咒术师的江湖上呢 还是一直流传着她的传说 特别呢 是作为就是圣儿除的残怨之灾 圣儿呢 都已经过世了十年 还是始终对她十分的念念不忘 删去一步离圣儿 想必呢 也有她们的CP粉在狂热的躁动着嘛 现在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的 圣儿的凶果 那第四位呢 是我们的伙伴私心推荐 稍微比较冷门的一点的角色 这边我先给大家一点提示 我爸爸在夏威夷时教过我 听过这句台词吗 有人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答案了吧 登登登 没有错 就是我们的 AKA柯南的神人爸爸龚腾幽作 那幽作呢本身是一位推理小说家 个性稳重又幽默感 可以嫁的嫁的 虽然呢 整个在柯南的篇幅当中呢 真的是完全打加油的角色 就是出场的次数并不多 但是一现身呢 绝对是全场的焦点 更别说呢教新衣开车开船开小飞机 技能呢直接是超级满点的 简直呢就是开外挂的存在啊 就是神迹点好点满 不禁呢非常的好奇 新衣你的夏威夷假期到底有多长 你是学会这么多东西 真的是完全不会累的吗 话说回来呢 在明珍奈柯南里面呢 其实叫社长的呢 都是一个高危险职业群 因为呢直接常常的被变成是 就是松杀案的被害者 所以呢如果我以后要去日本玩的时候呢 可能要多多注意一下 我安全身边有没有就是柯南那样的角色 那最后一位呢要推荐给大家 也就是非常帅气的经典爸爸 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就是我们野原新蜘蛛的爸爸 就是我们的广志了 没有帅气的外表 大丈夫 我们的广志呢 可是公认的好老公跟好爸爸 原本呢他是一个超级的老严强 但是在小新出生之后呢 直接呢屹立不扬的成功戒烟 而说他是好老公的案例呢 则是在美牙当时有一次呢 在小新幼稚园举办义卖活动上呢 其实卖了就是亲手编织的围巾 但是呢围巾就一直都没有人买 而广志呢在知道之后 趁老婆呢不在谈委上呢 偷偷去买回家 广志的爱家表现呢更是展露无遗 野色强敌呢即使吃力不足 但广志呢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跳出来保护家人 重点是不要看广志常常被调侃的 就是山流的上班族 但是no no no 实际上他呢可有了百万的年薪 而且在高物价的东京当中呢 居然是有车有房 家庭幸福美满还有两个小孩 妥妥的呢就是人生的胜利主 那今年8月呢 广志也终于的把32年的房贷也还清了 恭喜恭喜恭喜 非常厉害耶就是这种 真的凭实力总是努力的干的这种 帅气爸爸不愧是广志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盘点的 就是5位帅爸爸 有长相帅气的也有实力长大的 那不知道大家呢最喜欢哪一位 那或是呢还有哪一些帅爸爸呢 没有被提到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处跟我分享哦 我自己呢也很喜欢爸爸 就像那个小英 我记得小英的爸爸呢也是一个 非常厉害很会做甜点 小玉的爸爸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会一直拿相机然后狂扫 就是自己的小孩的那种疯狂爸爸 那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看的主题的话呢 也都欢迎在下方告诉我哦 还有把影片的分享出去 跟你所有喜欢看动画的朋友们哦 那我是Nikki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